詩詞 曲 曲 李宗盛 嗯 如何 因為我覺得我覺得因為 算是無前例嘛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戲 要持續做到第二季 而且是被大家所期待的 那有性成為其中的一員 那我覺得 有一點點的小小使命感 就是希望說 還是可以拿出一樣的水準 因為其他人都是很棒的演員 我覺得就是 我也應該要 就是一起努力的 我們把一個事情做好做對了 然後就持續下去這樣 因為我們記得就是第一季的後來 天亮就被帶走了 這次第二季你回來了 你有什麼改變還是有什麼期待 其實 其實那時候 剛聽說要拍第二季的時候 我一直問製作人看新歌說 我不是去坐牢的嗎 我就 我說你確定嗎 你寫的回來嗎 如果你寫的回來我們再 對 然後我覺得第二季就 因為像文建偉他現在狀態也很棒 團運他們都很棒 然後我們又有新的團隊 然後新的故事 那對我而言我就是 把自己狀態調整好 最近就盡量吃 我為了要反應最近 對我們在監獄的獲食很棒 所以就盡量吃 把自己吃得很小 因為他 我覺得他本質上還是疏離的 只是說因為他現在換了一個位子之後 我覺得就像 其實我們有時候人在做很多工作 或是在面對家庭朋友的時候 其實你的面具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像是戴上了一個面具 重新去適應從心裡出發 怎麼樣去面對這份疏離 跟怎麼樣去拉近他自己愛的人 或是他的家庭的一些關係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一次的這一個角色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一樣的變化 心裡面的變化 所以你覺得這一次的演出跟之前的演出 會有怎麼樣不同的區別呢 不同的區別我覺得 我覺得主要是楊威瑜這一次 終於可以面對自己心裡面一直抗拒的一些問題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可能其實一直以來 雖然他是以一種心理治療師 諮商師的身份去幫大家解決問題 可是其實他最應該解決的是自己的心理狀態 那這一次他終於可以就是好好的 把這些東西心裡面的那一層牆放下來 所以也算是一個還蠻不一樣的詮釋方式 所以感覺這一次跟這麼多就是 戰友們一起合作下來應該是非常期待的囉 對